而花蓮市公所在今天除了圓形客同仁穿着族群图腾背心之外 竹语老师也和洽工民众来进行了语言绘画趣味教学小游戏 完成之后还可以获赠一个原住民的手工艺小礼物 另外在市公所一楼的市民一郎也展出了花蓮市各个部落文化历史导览看板 透过竹语老师介绍让花蓮乡亲认识在地的部落文化 也促进族群文化融合 8月1号是原住民族日花蓮市公所传来了欢乐的歌声 市长魏嘉贤身穿族群图腾背心和圆形客同仁共舞 同时也透过各个部落文化历史导览看板及竹语老师介绍 让前来恰功的民众了解原住民族日的游览和意涵 那今天是我们法定规定的8月1号原住民日 那我们今天在公所那有原住民身份的我们所有的同志们也穿上族服 那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迎接原住民日 那在昨天前天跟大前天 我们也分别举办了相关的一个活动 也来庆祝我们原住民日 那我们真的希望在这片土地上面 以花蓮市来讲总共有一万多的原住民相亲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也要谨记1991年 那透过不断的努力才有办法证明原住民同胞 那我们希望过去被歧视 等于说不被重视的那个情况都能够改观也改善 那我们期许未来这片土地上都能够族群融合 每一个人都能够尊重彼此的文化 再次的祝福我们所有原住民相亲 在未来的每一天永远幸福快乐 不少前来洽工的民众看到现场这么欢欣 也停下脚步来听取竹语老师的介绍和说明 并参加了序位问答游戏 拿取精美原住民手工艺的小礼物 而对于原住民族争取证明的历史缘由 许多民众也表示非常感动及赞同 也对于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历史多了一分敬意 介络会幻视报道